那我们预期有117个储备点 那也是因为5月份讯期开始 那我们就是做以备布什之区 那如果说因为东部地区 其实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台风的话 都是从东部登陆 那再加上其实我们也是 偶有地震会突然 那万一这些灾害造成一些交通中断 那民众一些民生的补给 没有办法准备的话 那我们有这些星期白米 做一些战备储量的话 那可以先暂时弥补一下 就是他们在民生上面的需求 那我们大概每年都是 讯期开始的时候 会做这样子的准备 那因为先前农委会也有做 我们这个讯期的一些 我们的一些防范措施 那其中有公布 我们大概全省的那个战备量 大概需求是300公顿 那其中三分之一是在我们东部地区 所以其实也显示 真的东部地区 我们这个天然灾害 遭受侵蚀的几率是比较大 所以必须要提早做应用